教宗約聖錄衛生書記 教宗講解信仰中理性與感性的交談 韓大輝總書教談及中國宗教政策 心領全籌款萬宴圓滿結束 歡迎收看教會透視 我是你主持鄧偉基 教宗本督在基督君王節前夕 約聖錄衛生書記 他們分別是教宗府總管的 詹姆斯哈維總主教 尼巴嫩安提約基亞 馬龍尼禮中主教 貝莎拉拉伊 印度特女凡德朗西 羅馬蘭卡禮大總主教 巴塞女歐斯 敦陶卡爾 尼利亞亞布甲總主教 約翰奧納伊葉欽 波哥大總主教 魯文哥默斯 馬尼拉總主教 路易斯塔格萊 教宗表示訓誉 教會是志工的 因為基督履行救恩的使命 是面對全人類 書記們亦有責任協助教宗 作為教會合一與共融的原則和基礎 尼巴嫩安提約基亞 馬龍尼禮中主教 沙貝拉拉伊的穆輝格言是 共融與愛 正是尼巴嫩與中東社會所需要的 書記說 當前最主要的挑戰就是前進 重新塑造 重新建設內部的團結 並與穆斯林的朋友建立最大的連結 舒緩緊張關係 教宗本督受錄於11月21日出席公開接見活動 指出贊同信仰 人的理性不會受傷害 科學家與生活中的信仰並沒有衝突 他解釋說信仰讓人發現與天主相遇 使真善美得到完善和提升 教宗說天主不是一個不合邏輯的神 而是個奧積真理 藝術家正是信仰滋美的見證人 教宗是被中座國學院第十七公開會議的目瞎中陳述 信仰之美絕不會成為藝術創作的伴腳石 因為信仰的藝術創作的生命傳源也是最終的方向 教宗亦表示 真正的藝術家是美的守護人 因為他們對美的特殊感受力和直覺 讓他們能夠與其他人更深入去體會信仰獨特之美 並用他們的語言與其重生陳述與人分享 教廷傳訊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參加在華盛頓附近波特摩 舉行的美國主教團一連一度的秋季大會 接受訪問時說 我們判斷在中國的宗教政策在短期內都不會有重大的變化 這不是新一代領導人當前優先的事項之一 他們有更多更迫切的事情要處理 韓總主教解釋說 自從1976年文化革命結束以來 中國人就已經能夠自由地進行宗教活動 但問題是在於政府的過份監控 總主教在紐約參觀了皇后區彭銀街和新興華人聚居地法拉盛區 他鼓勵當地教會繼續支持困境中的移民 也希望教會能夠溫馨地接待新移民協助他們尋找就業機會 在11月底,生命安全在多倫多北區 Richmond Hill舉辦了一連一度的籌款萬宴 大約有一千人參加出席晚會 其中包括許多達奧倫多地區中國堂區的神父 主辦單位分享了今年完成的工作和來年的計劃 讓我們來看看當晚的花織 天主坐在我們是很軟弱的 身體很軟弱隨時都會受到傷害 只是藉著這些機會去緩醒我們 讓我們可以看看人生方面的價值 在這裏也很遷陷我們過去這七個月的術量的歷程 祝福不可能是通過一些震撼 祝福可能是通過泡 今次是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多謝收看,下次再會 多謝收看,下次再見